这好像是个人啊 这上面还有道符 什么什么这人这压于此 深夜一只施工对称的连夜干活 修善古宅京城81号 突然间他们在现场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坛子 在坛子出土的一瞬间散发出阵阵恶臭 工人们被熏得连连后退 然而下一秒坛子竟离奇的坠落在地 一群人纷纷凑近查看 竟发现一具贴有灵符的死鹰 突然一阵一风袭来 镇压了皇军瞬间飞了起来 宋先生这事有点邪 不行咱请个高人 开谈做法事咱去去邪 对啊对啊 干工地的 谁没挖过什么东西出来 我们先不要自己下自己好不好 男人花音刚怒 工人就吐了一地 宋先生不对 老人说过这鞋子以前就是邪 今儿个人钱我们不赚了 大伙不想有事的 跟我走 工人们开始了集体罢工 纷纷跑路 这是罢工头老宋 在尸体的一旁看到了一块玉胚 便将其收了起来 宋哥 咋办呀 你怕不怕 宋哥不怕 我就不怕 另一边 老宋的妻子小飞是一名医生 由于工作原因 两人时常是聚首离多 今天是夫妻俩结婚七周年纪念日 小飞决定赶去施工地找丈夫庆祝庆祝 当他来到停车场时 看到一对夫妻正推着小孩回家 然而小飞却猛的看到 婴儿车里竟然是一具死尸 可再仔细一看 居然又恢复了正常 小飞以为是自己工作太过劳累 一时看花了眼 便没有多想 他提着红酒 带上夜宵 来到了京城81号古宅 打算今夜 就在古宅里 与丈夫共度今宵 进入古宅后 看到丈夫老宋正与师妹布置家具 就在这时 他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小飞顿时感觉到 这个古宅并不干净 可是一时也发现不了究竟有什么问题 到了第二天 几人聚在一起吃早饭 这时师妹却说起了 京城81号的故事 早在民国时期 这座古宅其实是一个帅府 可后来帅府的主人张大帅 出了意外死掉 于是各地的军阀 便前来分割地盘 但少帅态度坚决 寸土不让 老盘的势力最大 为了霸占地盘 他让少帅迎娶自己的女儿翠花 妻子阿美与少帅结婚多年 妻下去一直无子 为了顾全大局 便替少帅答应了下来 但少帅却十分不爽 因为在他的心里 爱着的永远只有阿美一人 在结婚的当天 少帅竟然放着新婚的妻子 翠花不顾 静止跑到了阿美的房间 度过一晚 翠花在得知此事后 愤怒地找到阿美 给了她一巴掌 还说一定会让阿美好看 到了晚上 家中来了一位医生 找到阿美 说自己有办法 让她怀孕 可这个医生怀孕的方法 令阿美不寒而栗 然而阿美却是一个 心地善良的女人 她不愿意因为孩子 而去祸害他人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医生竟然扭头 就去找了翠花 两人一拍即合 就开始找起了紫盒车 在之后的日子里 京城之中 时常有孕妇失踪 几个月之后 翠花如愿一场 终于怀孕了 可就在这段时间 京城里传开了一个消息 说图鹰狂魔 就藏身于少帅府上 少帅在得知此事后 碍于舆论的压力 便在府上进行调查 可怜她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在自己 发妻阿美的房间里 找到了证据 但她不知道 这一切其实是 翠花与医生 共同策划好的阴谋 就这样 阿美被含冤关了禁闭 我请法师为你驱魔 你若是有什么怨屈 借鬼神说明 尚有一些生计 等到少帅前脚刚走 翠花就闯了进来 她将所有的事情 都告诉了阿美 原来那些孕妇 都是她命人杀害的 她今天来找阿美的目的 就是想让阿美认下这个罪名 好保全她腹中的孩子 毕竟这可是少帅的 唯一血脉 阿美为了让少帅膝下游子 竟然公开承认了这一切 也是自己所为 她在受刑的当天 开始装疯卖傻 虽然自己受尽了各种殴打和侮辱 也不愿将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少帅眼见自己最爱的人 竟然做下此等祸事 一气之下 她开枪亲手打死了阿美 但不久后 翠花竟然产下了一名死鹰 于是少帅请来了法师做法 法师直接将死鹰 封进了法坛 并将其埋葬 没有想到的是 她怨气极深 实际要了全府上下的命 少帅也因此事发起了风 引誕自尽 自此之后 京城81号 变成为了一座凶宅 黄眼之间 几十年过去了 凡是负责修缮古宅的人 没有一个能活到最后 现在又轮到了老宋 跟妻子小飞 自从在古宅中 陪了老公一晚后 小飞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时常能够看到一些脏东西 这天夜里 小飞在给尸体做检查时 诡异的事情出现了 小飞被吓坏了 但冷静下来一看 尸体竟然又恢复了正常 可她却认定 自己一定是因为疲劳过度 产生了幻觉 然而就在这时 自己的小病人 带着一个红衣女孩 突然出现在了面前 小女孩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讨厌 然后便转身离开 小飞在听了小男孩的话后 就急忙追了上去 等她追到小女孩时 却发现前面的房子 即将发生坍塌 她大喊着危险 可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小孩掉下去时 嘴里竟然不停地 喊着小飞妈妈 小飞猛地从梦中醒来 她回想起梦中的小女孩 坚信那就是自己的女儿 五年前 她为了抢救病危的小男孩 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 最终导致自己 在高强度的工作中流产 因为这件事 小飞的内心一直无法释怀 等她回到家后 小女孩竟然再次出现 女儿拉着她一路来到了 81号古宅深处 诡异的事 两人随后就离奇地消失了 小飞的失踪 让丈夫老宋意识到了危险 她在送走了师妹和所有工作人员后 自己则坐在古宅中思索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不断地呼唤着老宋的名字 老宋顺着女人的声音 一路往下走 最后在古宅的深处 发现了一个地下室 小飞还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 就被无数的藤条给声声缠住 老宋赶来后 急忙将妻子救下 可就在两人准备离开之时 巨大的藤蔓破地而出 少帅的发妻阿美竟然出现了 她误以为眼前的老宋就是少帅 犀利还想着跟少帅再续前缘 再看到一旁的小飞后 阿美非常生气 想要终结掉对方的性命 这时老宋想起了那天早上 师妹所讲的故事 她向阿美解释道 自己不是少帅 并且将那碗剪刀的玉佩扔下了阿美 这时 往事一幕幕涌上阿美心头 最后阿美选择放弃掉心中的所有怨恨 消散于人间 而那个小女孩也在这个时候出现 她确实是两人的孩子 在与爸爸妈妈做了正式的道别后 也烟消云散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班 咱们下期见